前两天河南上秋一对新人结婚 新娘拍完全家福之后呢 给自己妈妈磕了个头 感谢养育之恩 后来呢新郎把新娘送上了婚车 转身返回家中啊 找到新娘的妈妈 也向他们磕头跪心 这件事呢 当时新郎没有对新娘说 新娘是在事后才知道的 我们请了一个司仪 偶然间然后录到了这个视频 当时就是跟我妈 就是她把全家福以后 然后走的时候 我给我妈磕了一个头 然后我这次上去把我送到车上 车子就要走了 还有反对就去找到我爸妈 穿红衣服是我们妈妈 然后把她扶起来的是我爸爸 就直接就哭了 感觉她除了我爸 就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第二个最好的男生了 她就是那种只做不说 或者就是说她做完以后 才会跟你说的呢 这个男生应该可以 也知道公布了